還有一個側身把角度拿捏好 就打的還有一點點高 其實還是有一點危險 不過其實一個好的前鋒在這個位置 什麼球來的就是要進這邊 看一下Marco空門了 哇還是可以 這空檔對他來說大到 還可以順回自己的慣用腳 在比賽的第65分鐘 大同是再下一層 而且幾乎是在一分鐘之內連進兩球 這個漂亮的直線傳球 讓Marco有在非常冷靜 他可以過門將李炳翰 最後用左腳牢牢的把球給送了進去完成 他在本屆台灣企業假期足球聯賽 第一次的帽子戲法 也讓比分是來到了4比1了 所以剛才這個重點是這個傳球的位置 這個傳球的力道 還有他的角度是一直剛好 似乎是不是也有 大同這邊有嗅到台體在落後 比分被拉開 好像想要加強進攻的情況 對這個傳球對比1